东币西币一起来币,我是币币军。又到了三分钟,币币以下一周游戏圈大事件的时间。首先要币币的是小霸王游戏机。想必80-90后,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吧。去年4月,小霸王宣布回归游戏机市场,还在China Joy上展示了自家最新的游戏机。 可是这才刚过去一年左右,小霸王游戏机团队已经在最近解散。消息称,原因是资金紧张,且游戏机迟迟无法上市,最终,公司无法支持小霸王游戏机项目继续下去。 如今,主机市场任天堂、索尼、微软三足鼎立,其他家要想进入,成功的可能性已经极低。来看看网友们如何避避,at今天吃啥Bot。 童年的记忆正在慢慢的消失。at我的大宝贝是何先生呀,靠模仿起家,又不懂得创新,还没版权意识,当然会倒闭。at大兄弟,成龙做的广告来着。at菜鸟军虫,童年那美好的回忆,已经永远傲印在心里。跟他们公司倒闭没有任何关系。at敬雷,你们伤心个啥?本家任天堂不是还在吗? 第二个要避避的是腾讯的和平精英。前些天,腾讯上线了吃鸡手游哦不对,应该叫反恐军事竞赛手游。和平精英,与此同时,刺激战场,全军出击宣布游戏结束测试,正式停服。 也就是说,和平精英,直接取代了上述两款吃鸡手游。许多玩家猝不及防,有人在游戏过程中掉线,一度以为是bug。 对于和平精英的细节,相必不用避避君多说了,你如何看待这款游戏呢?来看看网友们如何避避。at沉沉沉,研发团队,你以为我想这样啊?at听说名字可以取很长,感谢给了我一个退游的机会,解决了我一直悬而不绝的困扰。at心理建设分包商,那我蹲下挥挥手, 对方是不是就以为我被淘汰了?at你小姑奶奶C回复at心理建设分包商,你还需要准备一个盒子。at背着书包的猴子,细思极恐,死了还给你挥手。 哦对了,在这里多说一句,你以为网上那么多人吐槽和平精英的改动,游戏就要凉凉了。并不是。最新数据显示,和平精英收入高得吓人。 上线仅仅三天,玩家充值就接近一亿人。第三个要避避的是十连抽,玩手游的朋友对此应该非常熟悉了,十连抽课金起来简直是分分钟让人变穷。 但最近媒体报道,游戏审批规则做出了调整,对于玩家在游戏中每日的开箱抽卡次数做了明确限制。 1.玩家每日打开单个箱子单抽,次数不得多于30个次。2.玩家每日最多使用三次十连抽,连开十个箱子。3.玩家每日累计开箱子抽取,总数不得超过50个次。 4.你如何看待对于游戏抽卡的限制规定呢?看看网友们如何避避,atlicis,崩坏全神就三天,一天三十抽,大宝笛都拿不到,太惨了吧。 at暖壶化形,估计是想防止伤透成衣之类的。但是抽卡游戏的乐趣,就是一口气抽一堆。 at新摇摇吧,原来十六元宝一个箱子抽一样东西,现在一百六十元宝抽一个箱子十样东西就行。 at冰V良希,如实是买陈送卡包,不是直接买卡包,这就完美地躲避了这次暴击。 at葵花花花花一,以后没有可进大佬的抽卡直播了。 最后要避避一下最近的电影《大侦探皮卡丘》,这部好莱坞大片,已经在五月十日上映,作为任天堂的顶级IP,电影拿下了IGN8.0的评分。 电影里还原了许多宝可梦的形象,此前皮卡丘在预告片里的一段舞蹈,更是蒙翻无数人。 你看了这部电影了吗?有何评价呢?来看看网友们如何避避,at包包女神大大。 其实我最喜欢小火龙,为什么只有喷火龙? atpk2,啊啊啊啊啊啊啊,我要去看这只电气老鼠啊啊啊啊啊啊啊。 at宇宙人饼,反正我是不敢看的,我怕看了想养皮卡丘。